福布斯2021全球亿万富豪榜发布了 来看看那十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2021年4月6日 福布斯发布了第35期全球亿万富豪榜 全球共有2755名亿万富豪上榜 这其中包括了493名新上榜者 面对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 这2755名富豪财富值 依然高达13.1万亿美元 逆势上扬 比去年同期增加8万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2021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 采为的是截至本年度3月5日的股价和汇率 综合而制成的财富快照 那么今年福布斯榜单前十 又会有哪些大家熟悉而用陌生的名字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十 穆克什 安巴尼 印度信使工业集团董事 总经理 入榜财富值845亿美元 穆克什 安巴尼 1957年生人 是个地地道道的富尔赖 他老爸在他出生的第二年 创立印度信使集团 这公司你可能没听说过 它可是印度的石油化工行业巨头 掌握印度国家电力 金融 电信 生物科技的前进方向 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印度的经济走势 是名副其实的印度行业寡头 你可能难以想象啊 在印度 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买了信使集团的股票 信使集团一家企业的利润 就曾占据了印度民企的30% 9 希尔盖布林 Google联合创始人 入榜财富值890亿美元 希尔盖布林 是1973年出生前苏联首都莫斯科的犹太人 在美苏冷战的那个特殊年代啊 老布林为了儿子 能在一个不受歧视的地方自由成长 依然决定举家移民美国 1998年9月 24岁的希尔盖布林 和25岁的拉里佩奇 通过斯坦福一个校的10万美元投资 在朋友的车库里成立了Google 起初Google的唯一服务就是搜索引擎 令人不为所知的是希尔盖布林 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围棋迷 那个打败李世时的人工智能 阿尔法狗项目 能够顺利推进 与希尔盖布林围棋迷的身份 是分不开的 2016年访华期间 希尔盖布林还专程来到中国棋院 与棋盛联位平对弈 8 拉里佩奇 Google联合创始人 入榜财富值 915亿美元 1998年9月 Google公司正式成立 这一年 拉里佩奇的大学生涯刚刚过去一半 2004年 Google在纳斯达克正式上市 并在拉里佩奇的领导下 开启了疯狂的并购模式 包括后来的Google邮箱 Google地图 安卓 YouTube 摩托罗拉等等 虽然曾不被外界所看好 但时至今日 这些软件大多处成为各个领域的行业龙头 拉里佩奇也越成为人们心中的收购狂人 7 拉里 埃里森 世界最大数据库软件公司 甲骨门创办者 入榜财富值930亿美元 她极具个性 十分高调 用最好的东西 出行呢 要最大的排场 住豪华的酒店 开最昂贵的轿车 被人称为花花公子 从时尚界名模 到公司里的漂亮女员工 均是她可以追逐的对象 至今为止 四人所知的婚姻呢 已有四场 并且 以一万多种各种状态 登上了世界各大新闻头条 就是这样一个人 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 企业级软件公司 甲骨门 用世界领先的信息管理软件 垄断了这世界上 多数企业的命脉 六 沃伦 巴菲特 世界知名投资商 入榜财富值960亿美元 五岁开始卖口香糖 一包只赚一分钱 六岁时便背上可乐 挨家挨户的推销 全部卖出赚五分钱 十三岁 每天凌晨四点 办起来卖报纸 高中毕业时 他已经送出了 六十万份报纸 十五岁时 用卖报纸赚来的 一千二百美元 购买了一块农场 并租了出去 当起了农场主 这位被中国熟知的 前首富 给大家知道的 不应该只有他那顿 价值不菲的午餐 也许啊 还有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五 马克扎克伯格 社交网站 Facebook的创始人 兼CEO 入榜财富值 970亿美元 2004年2月 还在哈佛大学 读计算机和心理学的 大二学生 扎克伯格 为了给哈佛大学学生们 有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 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创办了一个名叫Facebook的网站 在接下来短短的六年时间里 Facebook的注册用户数就超过了5亿人 2012年公司上市 募集了资金超过160亿美元 成为全美历史首次公开募股的金额 第三大的成功案例 4 比尔盖茨 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 入榜财富值1240亿美元 这位霸榜多年的前首富 早已经被我们所熟知 小时候啊 他曾经梦想着 30岁那年成为一名百万富翁 然而事与愿违 在他31岁那年 他成了一万富翁 1995年 当本次榜单榜一榜二 还在创业阶段的时候 盖茨便以129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登上了当年的福布斯榜首 那年他39岁 微软当年的销售收入是59亿美元 员工数超过了17000人 3 伯纳德 阿尔诺及其家族 法国奢侈品巨头 明月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 总裁兼CEO 入榜财富值1500亿美元 对于圈文人来讲呢 这可能是个陌生的名字 但是其背后的那家 法国奢侈品巨头 明月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 恐怕就无人不知了 那么这一家LVMH旗下 到底有哪些品牌呢 喜欢包包的小伙伴们 知道的LV啊 纪凡西啊 斯林啊 博尔鲁地 罗亦威 芬迪 喜欢香水的小伙伴们 熟知的迪奥 娇兰 福生若梦 贝灵飞 富雷诗 高田险三 还有喜欢珠宝的小伙伴们 购买的宝格丽 豪雅 宇博 珍利时等等等等 是的 你们在商场疯狂买买买的时候 钱可能都进了同个公司的口袋了 2 埃隆马斯克 SpaceX 特斯拉C油 入榜财富值1510亿美元 马斯克的位子和他的火箭一般 从去年的31位飙升至今年的第二位 马斯克拥有惊人智商和疯狂聚集财富能力 他于1995年投身了全美的互联网热潮 先后创办了Zip2 X.com和PayPal 2018年2月6日 马斯克发射的世界最大主动火箭 成功地将他的梦想和他的特斯拉跑车带上了太空 至于他的人都曾经以为他疯了 但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成为墓地里最有钱的人对我毫无意义 我在乎的是每晚入睡前 我在做超酷的事情 1 杰夫 贝索斯 前亚马逊C油 入榜财富值1770亿美元 这已经是这位前亚马逊C油 第四次出现在这个榜单的榜首了 榜首意味着多少财富呢 贝索斯前妻与其闹离婚 靠分得四分之一的财富值 并使其前妻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级富豪 1995年 贝索斯来到夏土利益间车库里 创建了亚马逊 从最早的网络书籍销售业务开始 一路拓展至现如今的 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公司 全美最大的网络电商公司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关注资讯很简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资讯 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